素有绿宝石之称的绿竹笋进入盛产期 尤其新北市三峡拥有优质的水源和有机质土壤 孕育出有如水梨般淬甜的绿竹笋 因此也赢得了离子笋的美誉 日前三峡离子笋评鉴结果出炉 甜度最高甚至达到了6.8度 气候转为温暖炎热 这也代表进入绿竹笋盛产期 而大半营就在新北市 年产量将近一万三千公吨 尤其三峡地区拥有优质水质和有机质土壤 得天赌厚的地理环境予出鲜甜好顺 主要就是看颜色形状 那个飘度 目前这个飘度看起来还有菌质 颜色有的比较深温的比较浅 通常浅的话要么就都浅 这样比较好 冲冲评选不仅外在美内在爷队咸冷清甜 三峡绿竹笋评件犹如一项审美比赛 评审也表示通过一次次评件 每年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那我们在评件的过程当中 每个农友是交十支笋 所以这十支笋里面呢 我们就主要就是说 这十支笋它的一个外观 它的色泽 它的弯度是不是均一 那这是有关外在美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内在美我们会用仪器 检测它的柔韧度 以及它的糖度 那目前呢 刚好因为雨水也够 所以株酸冒出来之后呢 都非常的细致 那糖度也很高 像今天我们在来检测 糖度最高大概是6.8度 一口咬下就像水利般咸甜爽脆 因此三峡绿竹笋 也赢得了奶鸦笋的美誉 而为了避免民意被滥用 三峡区农会在今年申请注册 三峡奶鸦笋商标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在市场卖 人家就拿用三峡的名字去卖 说我们三峡的绿竹笋非常有名 所以说那个价格可能会提高 可是未必是我们三峡的绿竹笋 所以说我们把绿竹笋 用奶鸦笋这种品牌注册 在我们的包装 不管在我们的外盒 或者在我们里面内带包装 我们会把我们奶鸦笋的品牌 给我们农民用 所以说农民都可以用 只是在地的农民 只要跟农卫申请 你就可以拿到我们奶鸦笋的团体商标 可以用得到 所以说各位消费者就不怕 买到的不是我们三峡的奶鸦笋 严生把关提供食材保证 不仅确保辛苦建立的好口碑 也让消费者安心享用